哈囉這看Youtube的同學 你好我是Ryu 今天又是我一個人 非常抱歉 所以為了滿足各位想要見Yuma的慾望 我就帶了幾個夥伴過來 一共五位 看了嗎 神奇寶貝登上這個美國世界盃的廣告30秒 那還沒看的同學呢 這裡大概就是這個神奇寶貝的廣告大綱 影片是從一拳奔跑的人們開始 從小呢還開始小女孩青年各自以馬拉松西洋級美式足球為目標努力的身影 其中有位帶貓子的經驗她就是真人版小智 而她的目標是要成為神奇寶貝的大師 帶領著眾多神奇寶貝千萬挑戰 之後呢畫面停在電視機前 眼神充滿憧憬的少年身上 她的身邊有一隻皮卡丘 如果要看影片的話呢我會貼在說明欄請到哪裡點擊 聽說這個廣告好像花了五百萬美元 對呀就為了這二十年的週慶 加上接下來要發行的實況遊戲Pokemon GO 對呀這次神奇寶貝公司真的是拼了 那Ryu呢其實也是一個神奇寶貝的大粉絲 大家可能不知道耶 其實我現在也是有在玩 對呀就3DS的這個神奇寶貝 那個人也希望呢就是在有玩過神奇寶貝的各位 就接下來也要多多關照一下我們這個神奇寶貝 對呀雖然我們長大的工作的工作 生小孩的生小孩 但是還是不要忘記我們這個美好的童年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好!那我今天要講的日文呢就是 就是在影片裡面 30秒的影片裡面出現的少年們說的 I can do that 哇怎麼樣我的英文翻譯 I can do that 的日文翻譯 僕にもできる 要怎麼用在我們的生活上 雖然影片呢大家都是說英文 I can do that 但是在最後出現的真人版小隻就冒出了一句日文 僕にもできる 這一句的中文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我也可以 我也行的 我個人就非常喜歡這一句日文 僕にもできる 希望大家也可以學起來 僕にもできる 通常是在鼓勵自己的時候呢可以用上一句日文 那如果大家要使用的時候呢加上 うんだ 的話呢可能會變得比較自然 僕にもできるんだ 就對自己說的這種感覺 對呀對自己說的一句話 鼓勵的話 僕にもできるんだ 的反義詞呢就是 僕には無理だ 這一句呢就希望大家不要用上 中文它的意思就是 我不行 這對我來說太難了 僕には無理だ 那問題來了 看回我們的這個 僕にもできる 那大家就會在這裡想到 為什麼 僕にもできる 不是 僕もできる 這個你 它到底是什麼 老師說 這個文法上的區別 我和Yuma 討論了 整整一個小時 找不到答案 對 沒結果 對 如果有什麼專業的老師 對 老師在看嗎 老師在看有沒有老師在看 如果有 可以解釋這個文法 一定要在留言處那裡幫忙 各位同學 幫我解析一下 對 お願いします 文法 文法的解析 僕には無理だ 那當然 那當然 就是我跟Yuma的討論 也不是白費的 我們發現的一樣事情 就要跟大家講一下 在同一個場合 正人版小字 他如果是說 僕もできる 的話呢 你就一瞬間感覺到 他要挑戰的這件事情 就成為神奇寶貝大師 這件事情呢 並不難 但是他說 我 僕にもできる 的話呢 你就可以感覺 他要成為神奇寶貝大師 這件事情 是一件 非常值得挑戰的事情 但是 我行的 是對自己非常有自信 鼓勵自己的一番話 我行的 這件事情很難 也許我會失敗 但是 我可以 的這種語感在裡面 大家怎麼樣 有沒有 沒有 了解到這個差別呢 僕もできる 的話 就感覺把這個事情 把這個事情的一難度 給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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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可以抓到 對 好 今天的影片的教學呢 我們就交到這裡 希望大家在給自己鼓勵的時候 可以用上 僕にもできる 僕にもできるんだ 也再次恭喜 神奇寶貝20週年 接下來也要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20年 唉 我們都老了 好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呢 一定要訂閱我們RyuTV 那想要看回昨天 Yuma的日本人學中文的煩惱 可以按右邊幾個框框 那我們下一期再見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